很多人都有肚子痛的經驗 可是這種痛一直都沒有消息 而且醫療治療也都沒有效果 這樣你們就要特別注意囉 後面就是病醫 最近就有一位乎乳 痛到臉腳就麻痹 最後在醫生減載時 發現這名乳乳是因為 脊椎、神經、生瘤來作生病痛 經過治療後 這麼漸漸來悔哭 正想什麼 後面就是病醫 最近有一位路上病患 因為肚子痛很久 細節醫不好說非常痛苦 我起初看了有骨科 然後也有看其他的像胸腸妹科 甚至人說可能是結死 我也跑去看了 但是檢查結果都是檢查不出來 那後來因為我真的疼痛到 我腳也沒力 然後也發麻了 走路都有點太協調這樣子 這位俘路的背景 在座植病醫的醫師上次檢查 發現是這堆神經流所引起的 經過手術對情治療後 祝他漸漸會好健康 因為這種腫瘤大概就是我們剛有介紹 大概是從神經根長出來的 所以一般來說它是一種神經根性的疼痛 那這種一般民眾大概沒有辦法去區分 所以大概就是如果覺得疼痛 一直長期可能超過半個月一個月 那這個疼痛藥物也都沒辦法控制的話 可能就要往這個方面去想 那可能要先想想看是不是要做一些進步的檢查 或是看一下專科的部分 當然這個還是需要用醫師的專業才有辦法來區分 尤其是在身體外國的醫師之外 這種神經流因為痕跡 所以親自的疲惡症 民眾如果有相關的悲痛 一直疲惡症 就要注意是不是有什麼神經流 這個發生率大概每一年大概百萬分之三到四個人 所以其實發生率是很低的 算是很低的一種腫瘤 那它也是偏良性的 所以它的生長是很緩慢 所以這對於民眾來說 症狀大概就是疼痛 那等到腫瘤慢慢長大之後 再去壓迫到裡面的脊髓 才會產生其他相對的一些症狀 比如說像我們嘉玲還有所謂的解尿的問題 下肢利器的問題 下肢麻痺的問題 這些都是因為腫瘤長大之後 壓迫到脊髓才相對帶來的症狀 所以一開始的神經根的這種疼痛 是會容易被忽略的 這位病犯經過醫師開土地療療 病痛經濟的消息 整個人都輕鬆起來 他非常感謝著世醫師的協助 讓他處理病痛的艱苦 記者以免為曹安博德